嗨,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例子以及讲解,大家可以去搜据一下 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依然还是放在这个尊敬行为主题的 那くださる就是这个くれる的尊敬形式 我们经常会听到 なになにくださり なになにくださって 这样子用法 它其实跟这个くださり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它是くださる 是动词的部分 也就是指呢 给我,别人为我的一个说法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 好的,那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解说之前 如果你还没订阅他们的频道 还一定要订阅哦 而且还在旁边那个小小铃铛呢 按下去选择全部通知 这样子呢 每个星期有更新的视频内容的时候 你将会是第一个 叮咚,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依然还是这个 以尊敬行事的部分 为开头的哦 那它的接续词呢 当然依然还是用 如果动词的话 如果动词的话 就用用用用法是一样的哦 那主要呢 这个くださる首先你要明白 它的意思呢 就是别人为我做事情 不是我请别人为我做事情 所以这个请别人 是你要求对方帮忙的 我们是用用用的用法 但是这个くださる呢 不单只是我 只能是我 不只是我而已 也可以是呢 我家里的人 爸爸妈妈 或者是我的公司的同僚 就是属于自己的范围内的都OK 记住这一点哦 我们是有一个范围的 就是称为内部的 内部的都可以用这个くれる 或者是くださる的用法 那今天准备了几个例子呢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些呢 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用到的 有一些是职场上我们会用到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例子吧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子哦 当然不免俗 因为我们讲到的是尊敬行事 所以呢 对方一定是 你要尊敬的对方 而不是说很熟悉 像朋友一样 你一定是跟他不是那么很熟 或者是不是那么频繁去交往的 甚至比你还高 低位比你还高 比你连长人 我们就会用这个尊敬行事 或者是谦让语这样子 所以这一点是一定的 一定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子哦 こんなに高価なものを 私にくださってよろしいのでしょうか こんなに高価なものを 私にくださってよろしいのでしょうか 所以这句话呢 它是 应该也可以算是连长 或者是也可以算是 如果你比较尊敬的大人物这样子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用 把自己的地位放在比较卑微的 一个地位 这样子你就好去联想 こんなに高価なものを 你给我这么高价的 可能是你一定要是谦让 或者是表达尊敬行事 可以吗 你给我这么高价的 这么贵的东西 可以吗 这样子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这样子 それ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就是谦让 谦卑 我来看第二个例子 adviceをくださったおかげで 勝利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adviceをくださったおかげで 勝利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所以这边我们来看 advice是什么呢 advice就是advice 就是你给的建议这样子 所以adviceをくださった 你给我的建议这样子 它跟这个くれる的用法是一样 くれたおかげで 多亏了你做了什么事情 多亏了你给我这个建议 我才从中去改变 所以一半的功劳会是你的 多亏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 多亏你给我什么东西这样子 adviceをくださったおかげで 勝利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最后取得这个胜利这样子 通常给你建议的人 一定是可能领队啊 可能是教练啊 或者是可能是你的长辈啊 就是会给你一些意见 在于你这个比赛当中有什么不好 的地方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这个对话当中 就知道说对方是一个 你可以去尊敬 把自己地位放低的人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能在句子当中 我们不会真的去说谁谁谁 这样子就是很明确的 但是你可以从句子当中 就可以感受得到 你说这句话 就是在尊敬对方 这样子所以adviceをくださったおかげで 勝利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他明白了吗 好的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就是在服务行业当中 我们有时会对客人 就是会说一些 让你久等了这样子的话 或者是让你怎么做了 你给我什么就非常不好意思 那如果是朋友之间的话 我们经常会比较轻松的方式 比如说像 すいませんでした ずっと待ってくれて 这样子 待ってくれて就是 你等我这么久的时间 一直等我非常的抱歉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要转换成 这个尊敬形式的话 用这个くださる的话 我们要怎么用呢 比如说 長時間お待ちくださり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就比较正式一点 長時間お待ちくださり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お待ちくださり 所以那个お 如果前面有的话呢 是不需要 后面就不需要 换成Tekkei的用法 这是尊敬形式里面 会学习到的 有お ご的话 比如说上連絡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ご連絡 所以ご連絡呢 我们就不用して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 ご連絡くださり ご連絡くださり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这样子 你联合我 非常感谢你 这样子 所以大家明白了吗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例子 那这个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用这个 くださり 資料を送りくださり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資料を送りくださり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所以这个呢 它稍微有一点 绕的时候 因为 お 我们在叫 おくり 这样子 所以 お送り くださり 一样的 おくり 这边 我们不用 tack k 因为有 お在前面了 呃 就是表达 尊敬美化 的一个说法 所以呢 資料を送りくださり 就是呢 你给我送资料 非常感谢你 是你为我做的事情 这样子 外人 对我做的事情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 呃 当然 对方也是尊敬的 可能是你的 是你的前辈 先輩 或者是谁 这个呢 就是 呃 比较简单的用法 只要换 呃 这个 おくってくれる 的用法 换掉 を送り くださり 来代替 くださる 来代替 好的 接下来呢 就到我们今天的 最后一个例子 也是呢 给大家一边 阅读 一边理解 看一看 这个例子 到底是什么意思 私の誕生日を 覚えていてくださり surpriseを 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た 感動しました 再次 再次 私の誕生日を 覚えていてくださり surpriseを してくださいました 感動しました 这个呢 他就有分两个句子 第一个呢 他就有 重复用的 这个 くださる 就是 一直在强调 是别人 为我做的事情 所以 私の誕生日を 覚えていてくださり 覚えてくれて 的意思 就是 你 记得我的生日 不是我 请你 帮我 记我生日 是 你记得我的生日 是 一个 出的 箭头 你 你 为我 做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就用 私の誕生日を 覚えていてくださり 然后呢 除了 能够记得 我生日 他还做什么 事情 surprise surprise 就是 驚喜 surprise 然后呢 感动 非常的感动 所以你看 他这句话 他讲的就是 尊敬 大过于 就是 相朋友之间的 轻松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尊敬式的用法 就可能是 前辈们 公司 上司们 就是 不只是记得 你的生日 还在公司呢 特别办了 一个 给你 好的 以上呢 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 呃 くれる的尊敬形式 くださる 那希望呢 刚刚所给予的一些例子呢 让大家更能够 掌握得到 到底くださる 每次看到くださる 都不明白 在说什么 其实它就是 尊敬形式 但是是くれる的用法 那如果呢 还是搞不清楚 moral跟くれる的 观众朋友们呢 呃 可以等下一期 这个moral跟いただく 会更明确的 就跟大家分享 他们两个人的 啊 两个人 不是两个人 就是两个词的 之间的差别 好的 那我们今天讲述的视频呢 也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内容的话 不要忘记给一个大赞 然后分享去给你所有朋友 那如果你有没有订阅 他妈的频道 一定要订阅哦 这里 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第一个时间的时候 他妈的接近动态了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 バイバイ 日理的一件事情 所以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只能跟 呃 对外说 然后有 地藏个人层 这样子 以上